笑容还洋溢在脸上 却在30号这一天接到司法机关的指控 称其在担任巴黎市长期间涉嫌腐败 将会因此出庭受审 舆论一片震惊 这位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声望的总统 竟然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受审的前总统 有些让人于心不忍 但据称司法机构盯他已经盯了十年 法律之下人人平等 总统盖莫能外 希拉克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与希拉克正好相反 30号凌晨 洪多拉斯遭罢免的总统萨拉亚 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9号深夜 他与临时总统罗伯托米切莱蒂的谈判代表 终于签署了协议 持续大约四个月的政治危机 有望结束 媒体猜测 萨拉亚有望重掌总统大权 四个月前的6月28号清晨 四名军官带领约200名士兵 强行进入塞拉亚的住宅 将熟税中的塞拉亚扣押 随后紧急押送并将其驱逐出境 不难想象 四个月来 这位悲哀的民选总统 过着怎样心力交瘁的流亡生涯 期间 他两次试图踏进洪多拉斯的境内未遂 终于9月21号神秘潜伏于巴西 驻洪多拉斯大使馆内 几番对峙和谈判 峰回路转签了协议 但是面对11月的总统大选 他并没有十足胜算 总统宝座岌岌可危的 还有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前外长阿卜杜拉 极有可能正式宣布 抵制参加第二轮总统大选 这使得第二轮投票 能否如期在11月7号举行 成为一个未知数 自从被迫接受有关认定 选举舞弊的调查报告 同意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 卡尔扎伊的政治声音 就和阿富汗的时局 一样极凶难料 能否合法作文总统宝座 不仅对卡尔扎伊 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难题 泰国检方今天将以名 常年栖身加拿大的经济逃犯 拉克什塞克塞纳 压制泰国的首都曼谷 检方指控他 合毛侵吞了银行 数千万美元的公款 为了这一天 泰国司法部门 已经等了13年 拉克什塞克塞纳 现年57岁 曾担任曼谷商业银行 董事长顾问 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 泰国中央银行 在清查银行账目时 发现泰国境内银行 贷出款项中 不良贷款数额惊人 其中曼谷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数额 达到30多亿美元 当时的曼谷商业银行 总事长 后来被泰国刑事法院 判处50年监禁 并处于4亿多美元罚金 泰国检方 在1996年 就指控 时任总事长 顾问的拉克什 合谋侵吞 8000多万美元 银行公款 受指控后 拉克什于当年5月 逃往加拿大 因泰国方面要求 加拿大警察